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朋友们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站 本节目由不落舞暴龙眼镜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APP手机预订更便宜 本栏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相关的节目信息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新浪娱乐 腾信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和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剧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手机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里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到朋友圈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到的是 心理方面的专家于济静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演员李琴琴老师 欢迎李老师 华仪嘉幸的副总裁徐伟瞿老师 欢迎徐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各位请 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很想跟他好好在一起过日子 但是他总是没事找事 孩子是我的全部 但是他好像对孩子一点都不疼爱 我很疼孩子 他只看到了我不好的一面 看不到我的优点 还总说我有一群狐朋狗友 他对我很不负责 我们俩也经常吵架 所以我不想再重蹈复迹 想说再婚不容易 女士有过一段婚姻经历 男士虽然今年44岁了 但是从未结过婚 他们俩今天能走在一起吗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孙先生44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早餐的店主 女嘉宾周女士36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也是一名早餐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没结过婚对吧 没有 离异过一回 是的 有孩子吗 有 7岁 男孩 您抚养还是前夫在抚养 跟着前夫 他有时候也跟着我 这个上面写的两位的背景介绍里面 叫早餐店主 是一家店的店主 还是各自有各自的店 我们之前是各做各的 后来我们就合营 这样 因为恋爱 所以把店也合营了 是的 现在你是谁想离开 是我 为什么要离开呢 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有一次失败的婚姻 当我们在选择第二次 我会非常慎重 因为我家宝宝有时候也跟着我嘛 然后我感觉他对我家宝宝这块 不是很上心 学习都不管 你说我管 我怎么管 不能说我天天光围着一个孩子钻 对不对 因为咱们早餐间 我早晨必须得起早 所以说我认为早睡是很正常的事 你每天确实是我常见都是 十一二点钟睡 你第二天是几点起的 我这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 又带孩子 然后我还要工作 你就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 帮我照顾照的孩子 或者是帮我干点什么吗 那所以说我就考虑到你这些问题 晚上我必须我得早睡 我得准备第二天早晨的工作 对吧 那你也想让我 跟着熬到十二点的话 那第二天咱们的工作还干不干了 那你就晚上睡觉的话 六七点钟就睡 早就早就那种 我是说六七点钟 我哪天不是不是都在七点半以后啊 对不对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我早睡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好好好 我这么听起来 你们在生活习惯上不是那么协调是吧 是的 平常聊天沟通有问题吗 有 他平时吧 他就是那个上网聊客客 然后那个兜地主 就这个时间都有 不是 就晚上跟我聊天的时间就没有 我打断你一下 我上网聊天 我聊的内容都是什么 我跟别人聊没聊 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聊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都有给 有跟别人聊天的时间 就没有跟我聊天的时间 这个是重点 把我放哪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24要是都得陪着你啊 之前的时候我还感觉到我俩挺有共同意言的 越往后的话就越聊天越没有什么可说的 话不脱机半句多 一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俩就容易吵架 可爱 请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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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你们更深隐私的一些问题 你们愿意回答就回答 不愿意回答就算了 好吗 好 第一次婚姻为什么失败 也是因为我们感情不合 就是说话聊天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谈不来 其实没有什么太深的波及 是不是跟这个还有点像 是的 你是害怕你跟他站在一起 会重蹈覆辙吗 是的 刚一开始恋爱的时候 就我俩认识那个时候 是因为我心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跟他说会找一个倾诉对象 然后他会跟我解答 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俩挺有共同言的 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他不愿意再听你倾诉了 是 44岁没结过婚 没有 一直没娶的原因是 也跟从前接触的这个圈子 有直接关系 就朋友圈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经营的是夜场 所以就把时间拖到现在了 对对 那你想娶他吗 想 好 接下来我想让女生啊 你说三个男生 你最不能容忍的行为或者习惯 第一个呢 就是他不能陪我 那个听我说 第二个呢 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呢 对我有隐瞒 第三个呢 就是对孩子这块 我觉得他应该上心 比如说我们一次上公园 然后一起去的 然后可能是我俩说不了两句 不投机的话 他撂下我们两个人 他就走了 就是我和孩子撂在那儿了 然后他自己一人就走了 其实 就根本就没考虑到 我和孩子的感受 好 沟通不足 不够坦诚 对 对孩子不好 是 在这三个行为里头 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个 就是对孩子那块 我就觉得 对我和孩子 他属于一种不尊重 你知道吧 就是咱俩说的 可能是再不投机吧 可能是那句话 是再不开心吧 可能你撂一撂也就得了 最起码有孩子那块 你估计孩子那块 是不是也应该 把这个事走下去 然后最后回来 我俩再单说 明白了 他就会撂了 好 明白了 男生 你不是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你能给我三条理由 是这个女生 你觉得她身上 特别有优点的地方 吸引你的地方 第一条 就是我当初选择她的原因 就是因为 她跟我所接触的女性 不一样 因为我曾经的工作环境 就接触的这些女性 都是比较张扬的这种 而她属于那种不张扬 很内敛 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她有很多的事情 不像有些人似的 就是说藏着掖着的 其实有些时候 她跟我说的某些话 在我认为 她都不应该跟我说 但是她都跟我说 她对你坦诚相见 对 第三 她不太追求 就是我今天 我得穿的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就是 没那么虚荣 对 你会发现 男生说的这三条 和女生说的这三条 如果我们把它 对在一起看的话 还是有点意思的 一个说坦诚吸引我 一个希望对方坦诚 而对方不坦诚 是吧 你觉得她是一个 过日子的男人吗 过日子的话还行 但是没有什么计划 她有什么好吗 好处也挺多的 就比如说 她做饭 然后她对朋友 其实挺讲义气的 但我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宁愿当她的朋友 不愿意当她的恋人 明白了 这句话真说的 结果点上了 当朋友的时候挺好 这男人你看多优秀啊 又听我倾诉 又仗义 可是为什么 做了恋人以后 却这样了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两个人状态 应该是不同步 或者是不同频 先从男士开始说起 44岁 你其实需要的是一个 非常的稳定 相敬如宾 相中以沫 安稳过日子 而他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受伤的人 或者说我现在 还是一个处在热烈阶段 我希望你关心我 希望能够去帮我疗伤 希望去更多的 一种感情的投入 而你呢 却又做不到 你倒觉得说 我们老夫老妻怎么样了 那么另外 你们在谈话的时候 你们的问题啊 经常是答非所问 尤其是女士 这里稍微说一下 其实可能女人 经常有这个特征 这个一吵架吧 第一件事没说完 那吵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没吵完 吵第三件事情 说我呢 说你呢是吧 其实所有女人 可能都这特点 就答非所问 最后呢就是 必时就须 所以我经常夸张地讲 我说女人一吵架 可以吵到上下五千年 让男人就很无奈 如果争执问题有矛盾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建议咱一次 都说一件事 我是说透了 来龙去脉搞清楚 我个人认为 两个人状态不同步 你要的那个状态 还是谈恋爱的状态 不用问我的猜测 包括我的这个工作的经历 就告诉我 你在这一段感情 遇到的问题 在你潜伏那里面 一定会类似的出现 如果你觉得他有问题 你选择离开的话 我敢担保 第三个 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是你的问题 因为女人在这个阶段 你应该有一定的成熟和阅历 不要像小女孩一样 要的那么多 你现在不关心我了 你的眼神看我不对了 都是斤斤计较的小事情 要多一点的包容 要不然的话 一个不会拥有的人 总换游泳池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说要面对自己 他固然有他的问题 但如果你经历了那么多事 自己还不成长 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另外一个 这个女士 她毕竟是受过伤的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她希望一个额外的 这样一个补偿 所以你必须要重新 补这一刻 其实生活中 没什么大事 拆你油盐 可能你一到具体的时候 可能就会 就发生了问题了 你挺爱他的 对吧 刚才老师也分析了 你的那个状况 要是想 你们俩还能在一起的话 必须得有一个人改变 但是这改变又特别难 当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时候 只能改变自己 否则特别痛苦 而且你36岁了 我就想给你一个 所谓的 也谈不上是忠告吧 我个人觉得 你如果再想经营一段婚姻 你有这个经历 我觉得你就抓紧 看男人的本质 品质好 至于有点 其他的小毛病 什么抽个烟了 什么 爱借朋友的钱了 什么 你可以慢慢引导他 就说这些 女孩问个问题 你跟他认识多久 然后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俩认识了 两个月 是不是有点快 也许是因为当时 我的那种情况 然后可能是 我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他走入了我的生活 然后就是发展的会比较快 因为什么低落 刚离婚 对 就离婚了不久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工作上 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就包括 对各方面吧 那个时候的孩子 没跟着我 然后就是一直 在跟着他爸爸 没错 这的确是你的一个低谷 但是恰恰是因为太快了 又赶上一个特殊的 这个时机呢 是你跟他在一起两年 是吧 通常啊 我们把那谈恋爱 开始叫什么呢 叫谈朋友 这三个字 说得特别好 就是你得先从谈朋友开始 充分地了解 比如说了解他的个性 了解他的生活背景 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父母啊 方方面面 只有在充分地了解之后 才有可能决定 是否这个人 我值得托付以终身 但是听起来 好像这段时间 你把它说得很短 好像你并没有充分地了解他 却跟他走在了一起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给到你的建议是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重新再谈一份恋爱 包括孩子 固然 你期望对方对你的孩子好 这才有可能成为恋人 甚至走在一起的条件 但是他绝对不是先决条件 说我看一个那个男人 是否能成为我的恋人 你能不能对我的孩子好 当然能 那绝对是骗你 他为什么要对这个孩子好 是因为他爱 是 是因为他爱你 他知道你爱的人 他一定要去爱 这样你才能高兴 你才能幸福 你才能快乐 才能对他也好 是这么一个逻辑 但一定不能先把 先决条件定为 你要对我的孩子好 你要先接受我的孩子 然后你才能 我才有可能 对你敞开这扇门 错了 所以说要先把坦诚 沟通 这个人是否 你充分了解 作为先决条件 然后才能谈及孩子 理清这些思路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你 你对他并不了解 即使三两年 所以才出现了 很多的小摩擦 所谓的小摩擦 其实背后 是隐含着大问题的 他所有的 现在的行为 都是单身的状态 他还没有进入到说 两个人在一起 过日子 结婚的那种状态 就比如说 回家上网 对吧 跟你也不聊 他要为了自己的工作 要早睡 他不太在意说 你几点睡 你面临的负担是什么 他现在完全 还是自己那种状态 甚至于他 我听到一个细节是说 他会觉得喜欢你的坦诚 因为他觉得有些事情 不应该跟他说 但你还是跟他说了 夫妻两个人 恋人两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不该说的 什么都可以说 只不过就是 你愿意不愿意说 而你愿意不愿意说 就是因为你这扇门 是否让那个人走进来了 所以说改变自己 现在的状态 从心开始 这个心开始 然后你们可能才真正 能够走在一起 走很远 女生呢 是虽然曾经有过婚姻 却依然天真烂漫 坦率的来说 你虽然曾经有过一段 失败的婚姻 但你却依然不够慎重 你虽然以为人母 但是你考虑问题 并不完整 你说你很爱孩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带着一个七岁的孩子 他本来就有一个残缺的家庭 你却轻易地跟另外一个 不知道将来会发展成 什么样的男人 住在了一起 你让你的孩子 怎么来认识 这个男人真正的身份 不管是你还是孩子 才刚刚从失败的婚姻当中 走出来 你让这个孩子 对这个世界是模糊的 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 你是尝试着在谈恋爱 还是跟这个男人 在生活当中互相扶持 或者他们将来是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爱孩子 你几乎让孩子 是非常迷糊地看的这个世界 他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在发生什么 而且你们俩在一起 还不是相敬如宾 他动不动就打架 吵闹 所以说你是个负责任的母亲 但是你身上的这种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种 所谓的天真烂漫 倒是支撑着你 能够去迈过那些所谓的苦难 就是所谓的没心没肺 不长记性 所以他会喜欢你的这种坦诚 你这种女人没有心计 不像他以前身边的那些女性一样 又张扬又有心计 不是图他这个 就是图他那个 但是我想跟这位男性所说的是 一个人的朋友 就决定了你的圈子 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生活 你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关系 你现在目前必须要选择 你已经43了 你们俩之间最大的矛盾就在于 按道理来说 以你过去的婚姻和你的年纪 你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婚姻 而不是爱情 而你要考虑的是 你到底是要江湖 还是要婚姻 你们都属于不干不尬的时候 你如果想真的做一个少女 对不起 你没有这样的资格 你有个孩子在身边 你不能爱得那么洒脱 爱得那么任性 所以你要更慎重地 去看待下一段婚姻 更慎重地去满足那一步 而如果男生 你如果还是要跟那些朋友在一块 没关系 是你所选择的 那你就不要有家眷 你要么就好好地做一个父亲 让他心里能够安心一点 让他能够感觉到一点可靠 好吧 就这个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认为就是 就像一个长了斑点的苹果一样 它也都是经过了花开花落 既然说我们能走到一起 能有今天这个果实 希望我们能好好地珍惜 如果咱俩要是还想继续 你必须得发生改变 如果不想改变的话 很难 那我尽量能做到 你所希望我做到的事情 我尽量地去做 希望你能深重地考虑一下 我替他问一个问题吧 你能为他舍弃你那些朋友吗 能 这能做到 这能做到 行 接下来请两位来交换箱子里的秘密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她们自己究竟是怎么选择的呢 来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不容彩节目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来来来 我先看看 这招吧 确实比较是杀伤的 男生写的 你的儿子 我一直当自己的儿子一样 真的 以后我会多赔时间给他 即使没时间理你 我也会多赔咱儿子 在这里要感谢 暴龙眼睛为牵手嘉宾提供的 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这个情侣 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价值五百到三千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喊开始 你们喊停 来 开始 停 这三千块钱怎么用啊 带谁去啊 打我儿子 你不带我呀 所以我就说啊 如果不学会放弃 这段我们真不看好 不过没关系啊 你们慢慢来调整吧 还是要恭喜你们啊 来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 礼物我帮你们拿着 谢谢你们两个一起回 好了 接下来的时光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而庄严的时刻 小弟请原谅我以前 对你的照顾 不是很全面 以后我会 尽我的最大的能力 完了多陪一陪你和孩子 希望我们 能永远地在一起 嫁给我 向幸福前进吗 谢谢两位 请回 接下来看看年轻的这一队 他们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吧 各位请看 你们有什么矛盾吗 要说多大大事也没多大大事 但是要说到事小的话 但是它影响得到生活 这个事情很难解决吗 那你得问他呀 他这几年变了 我觉得变得特别多 那你到底是哪变的呢 根本不是我变的 是他太令人崩溃了 我就想让人骗着你 到底谁的庄 就到这了吗 还没看够啊 大概没什么大事 估计小事也吵得一地鸡毛 接下来来请出这对年轻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6岁 来自辽宁 是一名保险业务员 女嘉宾小雪22岁 来自辽宁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谈了几年恋爱了 三年 时间可不短了啊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 追的 也就几个小时 问我一句 啊 那就说明你也太不耐追了呀 就是爽快人嘛 不愿意磨叽 啊 也就是这种回事 是这个在聚会上认识的 看了比较对眼吧 然后就问了一句 然后他就同意了 你咋问的 我就问你愿意 作为我女朋友吗 啊 我愿意 确实爽快啊 这么爽快一妹子今天为什么来啊 她事特别多现在 跟三年前都不一样了 不是说我不一样了 是因为三年前和三年后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工作工作也忙 很多的小事发生了 虽说就是老吵架老吵架 然后脾气她越大 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你有什么事 我不就喜欢吃点东西吗 我就想在有限的生命里 吃无限的食物 怎么了 我只喜欢你姑娘 爱吃的姑娘 吃没问题 关于你看你吃东西 你看你吃什么呀 我喜欢吃 我炒猪蜂啊 炒猪蜂啊 炒猪蜂啊 多不胶原蛋白啊 你吃猪蜂 你炒猪蜂不行吗 在哪吃啊 有一次我跟我同事一块 在他一块吃饭 我说你点了菜 你猜他点了什么 啊 猪蜂 怎么不行吗 你说那么多人吃 吃猪蜂 给你丢什么人了 我说你点了 没说要你不行吗 你非得吃个猪蜂 你凭什么给我点了 没想用啊 你同事问我想吃什么 我就想吃猪蜂啊 你回家吃不行吗 饭店有 我为什么要回家吃啊 那吃了吃吧 那吃完了 全都人全看他 看我干什么呀 你同事吃你自己同事的饭 看我干什么呀 都没对象一个个 有病一样的 就看你吃 之后上厂厂里边 有新开的泰国餐馆 他有个毛病 就是看东西好看 你菜谱们做得比较好 然后他就挨个点挨个点 他也吃不了 挨一顿饭点十多个菜 点完之后浪费的话 我还要回去打包 打包回去之后 他又不吃了 我在那块没吃啊 再说当时不是你让我点的吗 回家你吃了吗 回家都你吃了吗 是不是你让我点的 你说我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然后我就点了呗 怎么现在又是我的错了呢 那么突如煩张的一天 姑娘问个题外话 现在的女生都希望 自己是排骨美女 是吧 你不怕吃那么多变胖了 我也不胖呀 从长到大都这样 女人一贯二十怎么不胖啊 慢慢都就胖 你还不控制你吃 你是那样的女人 你不能拿来跟我比吧 要不你怎么不跟他们好啊 因为他们容易胖啊 不不不不 哎呀怪我多嘴啊 她话说的 她话说的 还有什么事啊 她又是觉得吃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很重要啊 有一次我带猫肝 我朋友给我的 我就送给她几袋 放在她那儿 你说你怎么回事 我承认那朋友给你的 但你是不是给我了 给我就是我的了吧 对不对 那我放在柜子上没吃 你以为我前天晚上吃的实在太饱了 我第二天我上那个柜子上面一看 它居然打开了 你说打开就打开吧 谁叫我个味儿啊 她还吃了一下 吃我给你了 我当时感觉就不行了 我给你我吃一块怎么了 你给我就是我的了吧 那么多了 那是我有支配权的东西吧 你凭什么碰啊 我就吃那一块了 要换三年前 你这十大方的都不再碰一下呢 就是 她只对这个食物这么计较 对其他的也这样 还是就专对食物 对食物 真专对食物 就感觉她有 就是有病似的 有一次跟我姐吃饭 然后 你好意思跟我亲姐 怎么不好意思 这就有影响咱俩感情 那天她主持人 本来是说好了 她下班之后过来上学校接我 去吃那个重庆火锅 她那天干嘛了 她那天跟她姐一起去吃 你跟你姐吃了她怎样了 吃了她就生气啊 生气之后就惩罚我啊 惩罚我让我贵方便面 啊 贵方便面 贵方便面 对 贵不许吊渣 哪次不吊渣 你贵面吊渣 你贵一个是 我贵我肯定不吊渣 腿上都不带有印的 要不你拿也过来试试 你不变态 谁能想这招 谁变态啊 你说谁变态啊 你变态 那我贵面 他们男朋友怎么勾这样 也没什么事啊 你贵面也变态 什么朋友 那朋友别骄了 就你朋友好 我吃个东西 还看我吃 她除了用这种方式折磨 你还有什么更变态的吗 还有那种薯片 薯片让我刮个520 什么意思 就我爱你吗 不是 什么叫刮个 就薯片在手手刮一个 有痕迹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一天 你在网上看的什么东西啊 我关于他们男朋友 都是这样的呀 人家都没事 人家皮还越连越皮 不是你那什么朋友 你就别交这样朋友 有什么好的不学 就学学坏的 我学什么坏了 我先教什么朋友 你也管 我这个老了 确实也听不懂这个了 这薯片能刻出字来 就是在皮肤上面滑红了 就有个520 就这么点事 就到这来了 你想分手吗 这事多大 这还不够事吗 够事够事够事 天天要有这样事 一次想四还行 天天就对这点事 所以我就说嘛 你怎么坚持了三年的嘛 我也想不明白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你当然不是说我挺可爱的嘛 我今天过来就是 让嘉宾给他说一说 要不行 我也没法过了 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我就觉得这么大点事 他非得闹成现在这样 你觉得不够成个事对吧 对呀 他让我点就算了嘛 对不对 男生那三年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到我们这儿倒是理直气壮了 我真不知道他在家里是怎么面对的 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姑娘 估计在家里也是被宠爱有 我说什么 你不想要怎么办 我说闹的 你对认识 我们没关系 我们对认识 你不想要 什么 这次就好像 我们比较 还要 我判断 小姑娘 没关系 你 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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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你一定会败得很惨 这是爱情吗 你们在干嘛呢 你们在 是打的爱的名义在一起玩 还是说你们根本就不尊重爱 还是说你们根本就不懂爱 我觉得如果你们这样谈恋爱的话 你可以一起去吃 去玩没有问题 但是关键让我们听到你们 当中真是有爱对方的事情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老师 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正常的 但凡是像你这样 你还没毕业对吧 没有 没有毕业 很多爱的形式表现在 第一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第二 你的第一次要和我分享 第三 我罚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小女生一般都这样 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们家那位也是这样 我也有诸多的不适应 但后来慢慢慢慢的就适应 但是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人的食欲和心情是有关系的 请问 你和他吵架的时候 你食欲还很好吗 不好 那我怎么看片子里边 你一边吵一边在吃呢 那我为了缓解心情 为了缓解心情 你的撒谎 你忽视了他的真正感受 你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生气 但如果这个男生跟你说 我真的感觉我生气了 我被忽视了 你的心情一定会糟糕 你一定会查不思 犯不想 因为这样的话 女人才像个女人 爱人才像一个爱人 这人吧 才有点人味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生就是 汤汤水水加泪水 吃是其中的一面 吃肯定是要吃的 而且女孩子多点零嘴 很正常 我们家那位也喜欢吃 这没有问题 但吃的时候想着别人 不光要吃 还要学会做 轻易地问出我们家那口子 我喜欢吃什么 他能做出满满一桌子 而且以前根本不会做饭 而且但凡是我喜欢吃的 他很少动筷子 说句实在话 在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丁点的感动 我就可以宠他一辈子 他想吃什么就怎么吃 他每次看电视之前 就拿着两个篮子 在那个电冰箱门口说 我看我今天吃点什么呢 然后就捡两盘子坐那吃 我也不会去说 只要不危及健康 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 他会疼我 而你没有表现出这一心 记住 靠男人的尊崇过日子 那只是个花架子 没用 把他逼急了 他一定会掉头就走 事实上调查证明 百分之七十失败的婚姻 不是因为真正大的错误 类似于忠诚的问题 而是一些生活琐事 体现了人心的冷暖 男生 吃猪蹄就吃猪蹄 我要是你 我就腻死他 我天天给他买 我变着法子给他买 我看他吃不腻吗 不可能的吗 吃得让他想吐 你看他还想吃吗 对不对 你主动地进行供应 大批量的供应 想吃什么吃什么 只要不危及健康 只要你还买得起 为什么不满足他 等他嚷嚷地说 吃腻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在一旁偷笑了 我就是这么干 但是 凭良心地说 真正看一个女人 是否爱你 你还是要看她 在生活当中 细节当中 有没有留意你 真正的感受 如果她只是想跟你分享 其实虽然这种方式 未必正确 但是 这是小女生的形式上的表现 宠 可以宠 宠得有原则 宠得有计策 宠得有智慧 好吧 就这样 我觉得最关键的 其实就是一点 你们真的能够包容对方 女生一定要注意 任性不可能任一辈子的 我倒觉得 真的你有点像逆生长 就是你们反正 讲述的这些事情 是一个小女生做的 但让我听起来 就那么任性 像幼儿园的女生做的 别了吧 慢慢长大 互相去爱 希望你们能够 在这种嬉闹当中 把自己的爱情 能够找到 属于你们自己相爱的方式 当你 她真能感受到 你对她好的时候 有一些小任性 她也就接受了 主要还没感觉到 是吧 是吧 你希望她怎么对你好 吃就去让我吃 两个小孩 争吃的 行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学会 和你喜欢的人 分享所有的事情 不仅是美食 还有心情 接下来就把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其实这三年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也知道 我就是想 我们在一起一辈子 一直走下去 然后 我希望那些小毛病 改一改 别发那么大火 吃我也会让着你的 但是你要是 一直不改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我想 结婚以后的话 不能一天天 老这么闹下去 我也不是 总想对你发脾气 可是我这不是因为爱你吗 而且我怎么不对 别人发脾气呢 我想让你多在乎我一点 我想跟你一起 吃东西的 那你以后能改吗 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反正这个事 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希望你好好地想一想 请亮灯吧 还有一次求助机会 是你要还是他要 他用了 你要用吗姑娘 要用 来来来看一看 求助现场观众 B倾听第三方的声音C 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C 问你呢 从今天开始学会做饭 自己想吃什么做什么 同时问问他喜欢吃什么 多做点他喜欢吃的菜 喜欢吃什么呀兄弟 他做的都喜欢吃 他做的都喜欢吃 观众都听你说了 你说喜欢吃猪蹄吗 喜欢吃猪蹄吗 喜欢 愿意分一个猪蹄给他吃吗 愿意 这不情好 来两位交换你们箱子里的秘密 我要这男生 我在箱子里面放一箱子猪手 多好 谢谢两位 来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第75个数 5 4 3 2 1 不愿意分一个 不愿意分一个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来来来我看 挺重的 这是天津的朋友 送我的山楂条 没敢打开也没敢吃 那个 我这一辈子特别爱吃这个 能吃吗 给我礼拜吃 礼拜还是分得清楚的 喂你男朋友一个 喂他 再喂一个 再喂一个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接下来你们要喊开始喊停 好吗 开始 停 没事 有500宗笔没有好 恭喜你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来有请 幸福之门打开了 好了 这是帮龙眼睛提供的牵手大奖 谢谢你们俩请回 来接下来我们来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 来各位请见证 加油 这给你们 记住那句话 过去挺挺土的 放在他们身上挺合适的 请记住 有你一口的时候 一定也有你一口 有你一口的时候 一定也有你一口 学会分享 好好珍惜你们的爱 谢谢你们的秦辉 祝幸福 好了 我们当然要祝这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的年轻人能够幸福 我们也祝他们珍惜他们的这份情感 我们的节目是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的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进入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一位叫子墨寒1234的朋友提问 图里老师你好 我和男朋友是高中同学 在大学毕业后他自己创业 我也工作了 我们走到一起了 但是妈妈不同意我们的事 主要原因是 男友爸爸醉酒伤人坐牢了 他父母离异 同时还嫌他个子又矮又是现成的 妈妈以死相逼我们分手 我该怎么办呢 不弄暴龙眼镜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不弄暴龙眼镜提醒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节目是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的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收获正能量